Hello 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其實我已經回來香港了 只不過是前陣子比較忙 因為要習慣回香港的生活節奏 還有我今年要做委託 就是在香港做的 所以比較忙一點 今次又再錄這個影片 想和之前有點不同 除了說回我自己的東西之外 其實我發現近來越來越多朋友 在網上問我 譬如我平時沒用的東西 或者吃的東西那些問題 其實我有想過不如我用影片 去可以詳盡一點 亦都快捷一點 去跟大家聊一下 分享一下我自己平時的東西 那我今天第一篇呢 我就想講美白的 因為現在夏天嘛 那很多女生呢 都是經常說 夏天啊 想美白啊 那些東西 那我自己美容方面呢 其實我自己又不是說很厲害 那所以呢 你說做Facial 或者做什麼機 那些呢 我就不說了 我就首先說了 吃的東西可以 怎樣幫到 那些朋友都說我比較白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不是怎樣曬得黑 好像去年去Miami那樣 那我 那裡是很曬的 但是我自己 除了Facial的防曬 那其實 之後也不是說曬得太過黑 那就是 到現在回來的時候 都覺得OK的 現在近期發現了 原來我自己吃的東西 都是 有很多 都是原來是可以美白的 那我自己 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可信 但是呢 就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的 那我自己喜歡吃什麼呢 第一樣東西 我很喜歡吃的 就是 茄子 那 那 我很喜歡吃茄子的 就是譬如好像 以前也會吃一下 魚香茄子煲啊 那 到現在 我是就這樣 你說清蒸茄子 再淋一下蠔油啊 那吃我也覺得很好吃的 那我吃茄子 我吃很多的 那我就上網查過 那茄子 原來呢 它可以 好像 為什麼說它可以美白呢 那是因為好像 將一些黑色素 沒那麼容易 形成 那 那這個其中一件 好的 是 我很喜歡吃 杏仁糊 我很喜歡吃杏仁糊 我很喜歡吃杏仁糊 即是糖水裡面 除了 譬如木瓜雪耳糖水之外 腐竹白果 那我很喜歡吃的就是杏仁糊 我自己也很喜歡做的 我之前好像post了一個recipe 也是有說杏仁糊的 那我 原來我又上網查過 那原來呢 杏仁 即是男杏不幸 那他們杏仁是有美白的作用的 那 所以 可能 吃這兩樣 可能會幫到一下大家 但當然不是說一吃立即白 那但是 我想 可能繼續吃 那 是自己日常生活 有吃到 那可能也有少少幫助 那 就是我自己 就很喜歡吃這些東西的 那另外 這件事我就不知道 關不關事 第三件就是 我很喜歡喝奶 我很喜歡喝豆漿 我好像有人聽過 就說過 是說 喝奶會不會白的 但是我就好像 沒有搜尋到 有比較可信的 就說這件事 那 那 至於 豆漿 我真的很喜歡喝的 那 如果我再確認 多些資料 如果他們都真的美白的話 我可以再跟大家說 那 那 說完吃 都是說 少少 愛在的東西 那 那 我自己 以前呢 就 用開一個牌子的面膜 我覺得 敷完呢 是 撕回來 真的是很白的 白了 立刻 那 有一點誇張 那 但是其實我覺得不錯 那我也有繼續使用的 那就是 雪原味的 淨白保水 的面膜 那我覺得OK的 那 都繼續使用的 那 那 現在呢 這次回來之後 我有些朋友介紹 那 那些我就試了一個是 我的美麗日記 那 我的美麗日記裡面呢 我其實在試很多的 就是 你知道很多款的 那 那 那 我想其中一個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真的非常好的 就是 白金寶 濕 還是白金寶 水系列 那 其實它的價錢呢 我們的美麗日記 的面膜 價錢 其實算OK 不是很貴 那 還有效果都 我覺得 接受到的 也是OK的 尤其是白金寶 水那種 它那個面膜 是很薄的 那它好像是日本的 那一種 是超薄的 一張 棉質的東西 那你敷了上去是 呃 就是 你是看到自己皮膚的 那所以它很薄 還有它的 我聽朋友說 就說 他們大家都要用 大家有聊 那樣 就覺得 用那一張 其實可以比美 我用其他保濕系列 就是我的美麗日記 其他系列的 就兩三張 等於他們的 那所以 那我想 我那種真的 OK的 那希望 那今次 我講的 可以教大家 如何美白 那希望大家 記住 最重要 當然是 出門的時候 要塗一定的防曬 那不要 曝光 那其實 都OK的 我們中國人的皮膚 都不會說 很黑的 那所以 繼續努力